另外說到市場福特 我就覺得每次說到市場福特 我估計Maggie都會覺得 這又有什麼 很特別的 我覺得用娛樂角度去看 她永遠都是人氣高企 娛樂之態都要去看待她了 人氣高企 每個星期都有新的新聞出來 大家繼續都要說她 沒錯 真的是這樣 福特之前的一系列的 跟她圍繞花邊新聞 我相信我都不用再說了 大家都很了解了 看車打手機等等之類的 最近這週又爆出來相關的醜聞 首先是在週一的時候 因為她是主持開市府的例行會議 被爆料她在開會主持 因為需要她主持開會的 在主持開會之前 她自己溜回去 去給她的美式足球 我們知道她有個橄欖球隊 去做相關的教練工作 導致四五個小時 她都在現場 然後昨天被英文主流媒體 又爆料說 她用自己手下的兩三名助理 她自己市府的助理 拿的是市府的薪水 用的是市府的資源 去給她的橄欖球隊 做相關的一些工作 等於就拿了納稅人的錢 給她自己的橄欖球隊 去做工作了 其實就類似於公款私用了 如果說用一種別的說法來講的話 那麼對於這個報導 因為這個主流媒體 不只一家來報導了 那麼包括市長的這個 市長福特兄弟也是市議員 這個道格福特他就回應說 他說這兩名特別助理 一個名字叫做Chris Fickle 另外一個名字叫 Isak Shirokov 他說這兩個人 主要是利用業餘時間 來給這個球隊來工作了 他確實承認 這兩個人是給這個球隊工作了 可問題是據這個 沒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 所謂的知情人士 向這個英文的一些主流媒體透露說 說其中的 尤其是其中的一名 這個叫Isak Shirokov 他不可能是利用業餘時間 因為他一天的很多 大部分的時間 都用在這個球隊上 包括他給球隊的 比如說運送 包括運輸交通 都是用的市府的車輛 而且也是用了市府的通訊設備 等等等等 等於說很多資源 也用的是市府的 關鍵是說據他們觀察 這個人所用的這個時間 比如說你都是白天上班時間 你怎麼去解釋說 這是他的業餘時間 除了從這個角度來講 是說不過去 這個並不是完全確鑿的消息來源 但不管怎麼說 現在已經有嫌疑了 又開始有相關的對福特的指責出來了 我覺得這些有點像那些緋聞 有知情人士說的 沒有什麼實質的證據 不過其實如果說他的助手 比較難說 因為助手24小時 可能福特只是晚上才叫他做事 他可以這樣說 當然是不合理 他可以答應大家 但他有爭議性 這就有點像娛樂界 比如說 對吧 其實我跟他真的是朋友而已 對 但有人爆料就說 哇他們兩個已經牽手 已經在接我 對 很特別 所以我經常說 對 應該不是正常了 對 paar 小